天下杂志的Diane Cheers杂志的Jane 郑文的大宝 台湾吧的DJ Howard Live House In的Sega Chris from Airbnb 以及参加Future of Work Forum的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我想要感谢Cheers杂志 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录影的方式 来参与这一次的论坛 今天的主题是青年创新 这是今年来全球最重要的议程之一 因为我们发现 随着互动方式 转变的速度 快过社会文化的调整速度 青年朋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情况 那就是眼前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这样子的情况 除了台湾 也发生在全球的其他许多地方 如何找到出路 如何让危机变成转机 我觉得 只有透过不断的沟通对话 共同协作 和相互学习 这个也就是本次论坛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目前在行政院里面 我们成立了院级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由院长 林全 亲自担任召集人 成员除了三位部长 但我之外 主角呢 是25位来自不同领域 学有专精 而且对公共事务充满热情的 亲资委员 在每三个月举办的全体大会 之间 我们会透过线上的分组分工 以及和部会联络管道的建立 来让亲资委员可以主动要求参与 政府内部的讨论会议 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和负责决策层级的公务员 进行意见交换 除了青年咨询委员会之外 在我的另外一个督导业务 开放政府底下 我们也已经在各部会建立 负责公共参与的专责窗口 我们把它称为 Participation Officer PO 这些窗口呢 一方面会把开放政府的四个要素 那就是透明 让大家更知道政府在做什么 参与 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 要纳入更多大家的声音 克责 决策不管它的后果怎么样 要能够清楚地知道说 是什么样子的程序做出来的 以及含荣 就是inclusion 让本来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意愿参加公共政策的朋友 更能够参与 这四个精神 我们想要把它融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得到院里面 我所建立的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这个小组 在技术上面的协助 跟经验上面的分享 未来呢 青年咨询委员会 和刚刚提到的开放政府 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协作 亲资委员 不但可以成为各部会PO的咨询和合作的对象 来协助开放政府四个要素的落实 包括日后PITES小组 跟PO进行的讨论会 以及工作坊 也都可以让青年咨询委员 有更多的参与的空间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 明天下午 教育部 内政部 法务部 以及财政部的PO们 就会在青年咨询委员的协助下 针对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也就是join上面 超过5000人联署 和性别平等相关的四个提案 进行讨论 看会怎么样处理 才能够尽可能地让社会知道 社会的状态 我想要强调的是 亲资委员不是行政院的样板 青年咨询委员会 也不是辽被一格 我们希望透过确实深入的参与 把青年的观点和知识 带进行政院里 带进各部会里 也带进许许多多重要的 公共政策之中 因为我们相信 青年的参与 不但可以让决策更周延 取得更好的世代平衡 同时 透过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 哪怕只是一点一滴 只要我们累积起来 也可以让青年的实际需求 在国家发展的过程里 得到更合理的照顾 这个呢 就不是给青年人补助 也不是教育 年轻人怎么创新 而是跨越世代 贡献心力 一起投入公共事务 以上就是我过去三个月 在行政院接触到青年工作的 一点心得的分享 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发生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作为总结 我想借由这个机会 鼓励有志于创新的青年朋友 可以多一些对于社会的关怀 因为这样一来 不只能够发现更多 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 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视野 更广 更远 看见更多元的价值 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这次论坛顺利圆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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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